台北嵩山車站CityLink一號店 有員工確診 由於接觸過桃園確診個案 並且搭乘火車從桃園到嵩山 通勤上班 他所工作的三樓停業消毒到二十四號 台北市長柯文哲強調 今天開始 只要被判定居家隔離 都要強制入住防疫旅館 平時人來人往的臺北嵩山車站CityLink一號店 有員工確診 二十一號緊急停業 北市府表示館內三樓 無印良品員工確診 曾經接觸過桃園確診者案一五五零四 二十號接獲桃園市政府通知裁檢 二十一號確診 案號為一五六零九 市府也公布七月八號到二十號的足跡 案一五六零九家住桃園 都是搭乘火車從桃園到嵩山通勤上班 那七月九號到七月十五號 他每天的行動 因為他是桃園跟台北通車的 那除了七月十一跟七月十三除外 這兩天他沒有搭車 而日前也有基隆確診者案一五五四零到嵩山車站CityLink一號店二樓逛街 桃園二十二人目前都是陰性 全管一樓到三樓二十二號在停業一天消毒 嵩山區的足跡還有便利商店員工案一五五六二 二號到十七號這段期間都在新東街福源店的7-11工作 請大家提高警覺 日前台北京站威秀影城員工確診 他的父親也相繼確診 十六號搭乘高鐵從台南到台北 再從台北車站搭乘捷運到士林站 十八號去過盧州的三樓市場 十九號搭乘高鐵返回台南 二十二號臺北市新增十一例本土個案 其中有八例是居隔應轉陽 臺北市長柯文哲強調從二十三號開始 只要被判定居家隔離 都要強制入住防疫旅館 由於煙花颱風來襲花博針驗館二十三號到二十五號 要暫停疫苗施打 其他接種點 如果因為颱風影響停班導致停止接種 民眾可以依照中央指示再上網預約 北市幼兒園和安侵犯二十七號開始為解封 柯文哲強調補習班已經有一點二萬人完成造冊 目前就等中央核定名冊配發疫苗 什麼時候打完就可以開放 記者林熙 陳新龍台北報導